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这个纹样就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纹样 这里面是有四个篇幅 这里一个这个 中间是一朵菊花 菊花是代表长寿的 就四伏捧寿 1971年我就正式拜我的师父梁树云 拜她为师一直跟她学 我想行行都出状元 只要我要认真地做 一低头做到现在就值了50年 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这个就是说做每件事情主要坚持 那肯定会成功 那么在织状茜的时候呢 首先是自己仿线 把那个金线的盘头盘好 再进行这个装造 竹笼基它上面有个笼子 织一朵八角花 要通过32条尾线 这32条的尾线它的主折 就编好在这个笼子上面 就可以从这个笼子上面拿这个竹签 循环的枝 这个就是一种四方连续的文样 可以说是产量是趁紧趁紧的比喻 现在我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做好传承工作 我想把我就是50年来所织过的 从传统的土布开始 到手工到走上的机械化 到现在的这个发展的整个过程 全部呈现出来 我走过这个路程 一目了扬地展示给年轻人 很匀 竹笼